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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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這麼多錶 對呀 今天全部二手 哇 金錶 我曾經拿過上手 很聚手 這隻很重 我們先放好鏡頭 今天全部都二手 很色彩 又有綠 又有金 又有黑 我們由哪一隻開始介紹 由天梳開始 天梳 天梳一小秒針 小秒針 起帶 天文台認證 寫在這裡給你看 天文台認證 這隻很大 這隻是四十二日圓 不止吧 我覺得不止 四十幾 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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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圖有真常 我覺得43至44 好 有沒有這麼大 我都說 打質是44.6 是 小秒針 天文台認證 絲絲紋紋紋的 黑色的聲音 中間是有直紋的 對 那個錶面 很黏 這隻是自動 手上鏈 多多聲 是ETA 6497機身 錶底很漂亮 這隻錶底很漂亮 錶底很漂亮 我多欣賞 錶底 拋了娛樂文 很大 即是6497 對 ETA 6497 我很多時候 大飛都會用 但這個機身很少有 Colometer 通常都不是Colometer 對 通常大飛都不是Colometer 上手都可以 好 44點多 大上手都多 你的手都可以 大到 又不是很厚 大上手很舒服 天梳來說 老實說 這個機身都少有Colometer 但是 天梳來說 價錢都應該 通常都很親民 很低玩 低玩 還要小秒盤 小秒盤 什麼價錢呢 這隻 天梳 ETA 6497 有天文韓認證 這隻 二售價是5500元 5500元 對 錶底 兩個錶面 正錶 不過這隻 我看到錶帶有少許的痕跡 如果給我便會換錶帶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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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錶帶也不貴的 非常簡單 錶身是不錯的 也算是大 因為大飛的尺寸 其實是 44.6 它又不算很薄 換錶帶應該是不錯的 好 下一隻 我們要介紹 Laju Laju 這隻之前好像也見過 銀面 銀面 銀面的黑圈 銀面黑圈 這隻還有豬帶 豬帶 很新的 像一隻Tiger 是 厚版的Tiger 因為雕駝很多都是銀面 剛好銀面是有點像的 通常我們介紹這隻Laju的計時 那些二手拿出來都是很新的 每次介紹這隻都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 不會很粗大的 通常的朋友 很多客人都買回來 沒有這麼大的 沒有這麼大的 好像全新扮二手 就扔出來 還有價錢二手價都OK 如果計時表來說 它應該是瑞士心 770 都是770 之前好像有些是 不知是否大約6千多元 有沒有記錯 這隻便宜 新標好像是7-8千 7-8千 我猜 那這隻是怎樣 有沒有合格 這隻Laju是Full Set 2022年3月標 這隻標的二手價是5600元 又便宜了 之前好像是6千多 沒錯 又便宜了 5600元 九成九身 但它是大盒還是小盒 都是大盒 大盒 因為我記得 Full Set大盒 很大的 鋼琴盒 好像 好 划算 Full Set大盒 5600元 好 又去看看 5600元一隻 瑞士基心的計時標 下一隻 我介紹這隻 168 這隻 是 陶菲林 是 黑面的炭脂 這隻上次好像介紹過一隻 一出就沒有了 上次是紅色打 這次是黑色打 是 上次那隻是Color 它的盒是轉標盒 原來 是自己會轉 有之後才知道 是 這款標就跟這個轉標盒 即是入電會直接轉 是 自動轉標 厲害 通常這些盒都 這些標海會轉的都值幾個水 沒錯 還有這隻的夜光 我記得好像是 炭纖型文夜光 是 多漂亮 這隻應該都 我相信應該都很快秒殺 如果價錢是漂亮的話 好像差不多 是 上次那隻好像是紅少少 紅色大 那隻是賽車感覺一點 這隻可能耕耐一點 這隻整隻就 霸氣重一點 這個黑色 都是賣弄過炭纖 夜光很特別 炭纖夜光 有點像Romago 炭纖夜光 好像比Romago 那隻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記得上次看過 是很光亮的 哇 好 綠色 是 底面也有 底面也有 除了 整隻炭纖都是夜光 對 整隻炭纖都是夜光 有很多技術 炭纖加夜光粉 沒錯 沒錯 好 明白了 很漂亮很特別 很少見的 炭纖和夜光 好 開燈先 報價 好 什麼價錢呢 這隻Slooper 二售價是9800元 9800元 上次那隻好像是9800元 我沒有記錯 另一個轉標口 上次沒有說過 都是好新的 都是九新 都是蝴蝶扣 好 9800元 有一隻 駝飛輪 好像沒有卡 沒有卡 不過有客人 其實這些都沒有什麼所謂 這些牌子 都沒有什麼所謂 這些牌子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買回來都可能 都是幾年 兩三年 這隻好像是手動 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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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Power Reserve 是左邊給大家看到的 這是24小時 OK 明白 9800元 駝飛輪 有一個碳籤 下一個介紹 駝駝 黑貓 這隻黑貓 這隻好像是減價 是的 減價 這隻是 曾幾何時很貴 現在就很划 減價 你玩 但現在真的很划 是 那時候 要新駝過四 是 黑白都要 要 不知道為什麼 黑色特別 是今年突然之間 突然間 一齊 一齊 黑色又特別再跌多些 這隻二手價 跌破了三萬元 是二萬多元 應該 好 這隻好像是否黏了膜 不是黏膜 是不是 我看到錶帶好像有些 是不是 不是 是嗎 磨砂是新鎮 是嗎 我看到錶帶好像有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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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看到 不是 那個誤會了 好 這隻也很新鎮 好像是膚色有合 膚色有合 是 二一連錶 二一連錶 它連那個錶背位 都好像沒有什麼使用痕跡 這隻其實我見過 有些副廠的N連錶 裝了N連錶 再配上一條膠帶 黑膠帶 還要是 會挺好看的 會比較爽 因為它是黑圈黑面 配上膠帶 是啊 整件事很搭 是啊 是要加一個N連錶 因為加一個N連錶 就會撐出來 大隻一點 沒錯 好 這隻現在是抵玩價 又再減價是多少錢呢 現在這個Dilto 黑貓的二售價 是二萬八千八百元 二萬八千八 是的 是2021年全套的 2021年全套的 即是兩連錶 兩連錶二萬八千八 好 有興趣就看到了 五連保養 還有保養期 好 那我們下一隻有什麼呢 下一隻介紹 真歷史 Syneth 這個是 很素面 這個是 Open Heart 是嗎 Open Heart 而且是開大了 好 好 這隻是斯文款 這隻就是四十二 這隻應該是 剛才那隻 四十還是四十二 四十而已 四十而已 是嗎 這隻小嗎 小一點 是嗎 四十 真歷史的Open Heart 我真的覺得 特別漂亮 它是 開窗的形狀是比較大的 你看 你看它那時候的擺輪 挺好看 是 它是連同後面 是呀 兩個這樣 兩邊一起動 擺輪和其他齒輪 是 挺漂亮 是 Syneth 出名機芯 還有我看它的錶帶很帥 這隻 哇 霧兒皮帶 對 紋得很漂亮 還有顏色 是有些適合顏色 但也算新鮮 是不是膠底 好像不是 好像皮底 皮底 也是皮底 但機芯很漂亮 是 三萬六千坪 是高頻 都是真歷史指 刮刮刮 還有顆星星 是 這隻 我相信應該都不少東西 是不是三萬六坪 還是二萬 是呀 三萬六的高頻 三萬六的高頻 但又不是計時都三萬六 那這隻是Full Set 是嗎 這隻是有卡無盒的 有卡無盒 有卡無盒 這隻是很大的 很重 很大件 我自己也是 有些一般屋子的大盒 真的 拿不到 不知道要放到哪裏 留下來 在舊屋 不,因為好大 好重 一般屋子都很頭痛 相信 如果有很多標 一般屋子就知道 很多人都不要 一般屋子就容易 一般的盒子 都不知道怎麼搞 這隻真歷史 是2021年二月標 這隻標 二售价是24,800元 24,800元 Cinef來說也不算貴 40元 Cinef二手也很少低於20000元 好像沒聽過 24,800元 Cinef來說算便宜 下一隻有什麼 我覺得挺漂亮 下一隻介紹卡地亞 山道士 很大隻 大裝 39.8mm 這隻叫大裝 還有一隻更大 XL 我看到圈的顏色有點不同 灰灰的 但它都是鋼 都是鋼 整隻都是鋼 Code了一層 類似泰晶的顏色 這款是 基本上是 這個卡地亞的 很Iconic的款式 差不多 大裝的膠紙 是 挺新的 好 這隻39mm 你也懶得起 39mm 很好戴 簡直可以 對 一般男士手都應該不會小 不小 不小 我戴應該剛剛好 但女生手戴都可以 它不厚 對,薄 一體式錶 好 那這隻 我相信應該是 有 Full 有沒有合 這隻卡地亞 是有 沒有卡的 有 沒有卡 這隻錶的二售價是 42,800元 42,800元 它在用147MC的機心 好 那4萬多元 這個卡地亞 這是自動錶 自動 自動 對 我們還有什麼 差不多了 今天 還有一隻 他地亞大師 對 很重 對 最搶眼的 綠色 還沒說 這隻非常搶眼 這隻是葡萄款 這隻是新款 這隻 綠綠 連帶都錄了 我記得這隻很新的 綠綠 綠綠 這個綠的圈 這個圈是圖詞圈 這個顏色很努力 很想說 很想說 對 但它那個錶盤的綠 是挺特別的 它不像是有一點點漸變 對 下面的部分比較深 挺特別 上面的部分比較淺 整體的造型很厲害 而且它那條錶帶 用了一條淺綠色的膠帶 是 像均綠 對 均綠色膠帶 均綠色膠帶 它原裝是應該跟一條 叫做 布帶 對了 我剛剛想說 如果跟一條布帶 即是那些 繁布帶 即是皮底繁布面 更是帶一些均綠 或者卡其 會挺好看的 其實 因為它其實就是 本身是跟這個 均綠的皮帶 它就只配了一條原裝的膠帶 所以現在手上這條帶 是額外配 明白 是的 即是這條額外送的 是的 沒錯 好 不過Pan仔帶就很多 不論正廠副廠都 很隨意組合 差不多是 好 我們戴上手看看 44M 好 那這隻Pan仔 應該Full Set 是不是 這隻是Full Set 這是2023年 今年標理 都是買了幾個月的 是的 挺好伸展 沒什麼花 那這隻Pan仔的二手價 是59,800元 59,800元 59,800元 差不多是6萬元 是的 那這隻款 可能比較特別的關係 那 如果Pan仔二手來說 這隻都算 價錢都算幾高 老實說 很新 是 它是特別 外面應該找不到 這些 特別 就是小見 那66 59,800元 應該要七萬多 是嗎 七萬多 是的 八萬多 八萬多 好 差不多了 最後還有一隻很重的錶 金錶 這隻我曾經鬥過上手 真的非常之重 我都準備了一個磅 可以直接磅 可以直接磅 這裡 在旁邊 這裡 磅 先開一開機 214g 214g 這隻真的厲害 五兩幾 我曾經帶過上手 好像帶一隻額 挺重的 很重的 帶得很久 手有點累 這隻金錶 整隻都是金 帶也是 是 那條帶是 有拉絲和拋光 兩個組合 這隻其實 看上去 這隻錶 又不是很大 但是挺重 對 夠重 是 挺重 是 是否開始有點累 很重 很重 真的好像手壓 很重 很累 尺寸 直徑 38 38mm 38mm 大莊 大莊 這個脫脫就應該長一點 不過如果金錶來說 就算大的 即錶起來好像不太大 但是金錶來說算大 脫脫就44 44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帶金鏈 多個帶金鏈來的 很重 就是比較瘋 好像像帶金鏈 真的很累 真的會很累 像帶金鏈多一點 那我相信這隻都不便宜 如果全金是750 18K 這隻是黃金 是的 18K黃金 那是甚麼價錢呢 這隻是卡地亞的二售價 是99500元 99500元 有一個原裝很大的盒 有核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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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明白 10萬元 有核木 底部都是750 對 底750 好 非常金 一幕金 好 好 今天差不多了 我看到好像要介紹七八八 是不是 今天的介紹就完了 那介紹彩蛋給大家 咦 還有彩蛋 原來彩蛋是甚麼 彩蛋 首先來這隻精工 精工 今天精工 這隻出名 這隻 這隻是甚麼 吞拿 這隻是BB吞 BB吞 這隻的款式都出了很多年 都可以說是精工的 很長青 沒有吞拿 那些那麼貴 沒有Diamine吞拿 即是Day Day 對 這隻叫做 怎麼說呢 不是很大隻 我們有些精工迷 叫做BB吞 可能有其他名字 因為精工有很多名字 又未去到 扇背那麼大隻 亦都未去到 吞拿 那些那麼貴 這隻是屬於抵玩的 我記得 好像新標 都好像是說 三千多元 沒錯 彩蛋價更好 對 那彩蛋價是多少錢呢 這隻精工的彩蛋價就是 一千四百元 千四元 哇 千四元 千四元 買到這隻自動的BB吞 應該要收到 對 2018年標 對 哇 便宜到連盞燈都閃一閃一閃 那千四元 我相信應該都很快 很快有朋友會有興趣 應該都是秒殺 好了 今天差不多介紹了很多標 賣中一個聖馬田 還有 這麼多的嗎 今天介紹 咦 這隻Submarina 難道是聖馬田 聖馬田的Submarina 很久沒有介紹聖馬田 真的 這個頻道很久沒有出現過 今天聖馬田是好Submarina 好深一點 哈暈哈麵 這隻標 挺好幹水 這隻標 都大路的 還有它是屬於聖馬田新logo 這個六角形logo 錶帶都實心英俊 皺眼網都以為是 藍寶石玻璃 聖馬田全部都是藍寶石 這隻好像二獸來說 都是第一次介紹聖馬田 是的 好 這隻由什麼價錢呢 聖馬田的價錢都屬於划算 這隻二獸的彩蛋 聖馬田的二獸價是 1100元 1100元 哇 你喊到一盞燈都熄了 哈哈 有沒有合格 這隻有沒有合格 這隻是正標 正標 好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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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了幾個月 不過也是幾新鮮 1100元是划算的 以我所知 我印象中 那時候我訂購這些 都要1600元 應該是 好 有興趣看看 1100元 那就真的 粗大都抵 好了 差不多了 今天的介紹就完 好了 多謝大家 下次有什麼新表情 大家在這裡見面 好 多謝大家 拜拜